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1%以上的涨幅 加上矿业股今天也是推动了大盘上涨 最终使得澳洲股市在最后收盘是成功的再次保住了5300点 最终收在了5346点的价格 那中国股市昨天是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跌幅不大 整体来说继续维持在3000点至3100点之间 那这个范围中国股市也是持续了超过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我之前也说到只有当它第二次重新能够爬上3100点之后 中国股市未来才有更大的上涨空间 那接着来看一下欧洲方面 昨天欧美股市整体来说变化都也不是非常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天晚上 确切的说是周四凌晨 澳洲时间是凌晨4点 中国时间凌晨2点 美联储将会发布9月份的美元利率公报 关于要不要加息的争论也会在明天早上而水落石出 因此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前 到目前为止主要欧美国家的股市走势均非常少 大家都是屏住了呼吸在等待结果出来 同时这个像除了股市方面 像石油像黄金像非美产品 基本上都维持在了昨天的价格 涨涨跌跌都是非常的有限 那么今天的这个我们说到的热门话题 就着重来说一下 首先看一下昨天澳洲方面 澳洲央行是发布了9月份最新一期的会议纪要声明 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今天 日本央行和美国央行将会分别发布自己的 关于这个利率的决定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央行对于市场的影响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本地方面 昨天我们知道澳洲央行是发布了9月份 利率决议会议上的基要 就是说看看他们这次到底在讨论些什么内容 那么根据总结来看 首先他们是说到 第一澳洲经济目前总体的发展势头 与澳洲联储的目标基本相同 基本相同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过热或者是过冷 那么符合现在目前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设定的目标 到目前为止的失业率和薪资 也就是说这个工人的工资增长水平 还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会保持在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那么第二说到了矿产业 自2014年之后 我们知道澳洲的矿产业一直是拖累着澳洲整体的经济走势 但是这一次澳洲央行预测 这个拖后腿的局面 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的时候 能够改善 甚至于能够触底 换句话说 如果运气好的话 那么从明年开始的话 澳洲的矿业股有可能对于经济会重新 起到一个正面的推动作用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 不断的造成失业或者是投资下降 那么第三点 澳洲也是说到了 澳洲央行又说到房价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 由于中国房价上涨 因此很多的普通人资产大增 对于海外移民以及海外购置资产的比例 也是越来越多 因此针对澳洲房地产的价格 澳洲央行是再次做出了他们的判断 由于现在特别是公寓方面的供应 依然是比较大 因此预计房价走势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依然会较为缓和 也就是说增长不会特别大 最后也说到了澳元 澳洲央行再次强调 澳元如果增长太快 会对澳洲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他们还是希望 澳元是保持在一个较低的位置 那么之前根据他们给出的 合理价格范围 澳洲央行是希望 澳元对美元的汇率 能够保持在0.70到0.75之间 那说完了澳洲 再来看一下日本和美国 我们知道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日本央行是发布了最新的利率公报 虽然这次日元没有继续降息 它已经是负利息了 再继续加深 但是这次日本是用了 技术的手段加大了对于之前量化宽松的控制 同时发表了强硬的言论 就是对于 只要日本的经济没有达到 通货膨胀率没有达到这个2%之前 日本央行都会坚定不移的增大货币供给 那么其实呢 这样的总体言论就已经超过了市场 对于日本央行之前的预期 也就是说 它目前的经济刺激呢 是偏向于较为厉害的手段 这直接呢 就导致了日元的下跌 美元的上涨 以及日本股市的大涨 到现在为止呢 日元一共是从发布消息之后到现在是下跌1%左右 日本股市则上涨2.5%左右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呢 这个日本央行在白天的时候动不动手 或者说动手到底是降还是升 其实对于可能澳洲的朋友们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但是日本央行我们知道呢 除了现在美国之外 包括了日本中国欧洲都在使用的是降息 或者是通货膨胀 或者是那个量化宽松 来帮助经济 因此如果日本像现在一样 再次动手进一步的降息 或者是增加宽松的力度 而美国他们呢 晚上再次加息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这其对于美国的本土经济来说 是一个双重导致 也就是说美国这个美元的货币啊 对其他的货币呢 升值可能会比较快 这毫无疑问的是美联储不希望看到的 因此在今天下午 日本央行宣布了他现在的政策之后呢 对于美联储要在明天凌晨4点钟 加息的利率决议 产生的是反作用的影响 也就是说 加息的可能性被进一步说 说消解 消解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 目前总体来看呢 依旧是靠着各国央行的努力 和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管旗下的帮助下 勉强在前进 我也希望有一天呢 看到我们不管是中国美国 澳洲或者日本 各国的央行呢 希望他们能够宣布 因为经济过热 物价上涨太快 而宣布提高利率 而不是现在呢 都是纷纷的在靠着降息 或者是呢 降低准备金来推动 因为我们知道呢 在实际的生活中 你降息越多 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呢 反而是越不好 接着来看一下产品方面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的指数 澳洲200指数 那在昨天同一时间 我还是说到的是 澳洲200呢 还始终在范围内活动 周五到周一到周二 三天在活动范围内 这不刚说完 从昨天晚上开始呢 澳洲股市终于是 冲破了过去三天的阻力线 又一次呢 给我们了一个惊喜 那这个也是一个 大家预期之内的惊喜 因为这个范围 保持了三天 闭上或者是闭下 那么现在澳洲股市 在今天最高价格 曾经已经去过了5350 这个和5305 几乎已经有45点的距离 所以目前已经不太适合 立刻再次进场买涨了 如果你之前5305 没有挂单的话呢 现在已经太迟 因此今天的买入单 我个人不会赞成 相反的话呢 卖出单 大家可以考虑 卖出可以设定在 昨天卖出的最低价 大约是在5270点左右 但同时呢 我是希望 由于明天早上凌晨4点钟 美联储有利率决议 因此挂单 一定要在利率决议之前 把它取消掉 就是最好在你睡觉之前 把挂单取消 再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那么澳元呢 在过去三天 整体来说呢 已经保持在了0.75之上 虽然没有进行太大的下跌 但是现在呢 澳元也始终是保持在了 这个一小时通道线之上 所以从今天 现在来看 到明天凌晨4点钟这段时间 我们如果要交易 想挂单的话呢 不妨可以考虑在 0.7573的价格 挂单买入 卖出单可以设定呢 设定在这个 0.7530 7530的价格买出 那再一次长调 如果在你睡觉之前 你的挂单没有被执行 请务必确保他们呢 能够被取消 要不然的话呢 在这个美联储利率决业的时候呢 市场肯定会有巨大波动 你不论是买入还是卖出 很容易被双向止损扫出去 再来看一下石油方面 美国油 那首先要说的是呢 祝贺美国油 现在是重新爬上了 一小时的短期通道线 也就是说 在短期内 现在美国油是看涨趋势 那么既然是看涨趋势 我们今天整体考虑呢 以看涨买入为主 可以执行的价格 不妨考虑在0.45块 45块1毛7的价格 挂单买入 那么至于下方卖出价呢 我们也可以同时留一手 挂在44块3毛钱 也就是在跌破了一小时 通道线之后 我们再留2毛钱的余地 再挂单做空 但是一样 在明天凌晨4点之前 如果没有成交 一定要马上把它取消 如果成交了 赚钱了 最好也走 不要设置止损 你设了止损 你肯定被扫掉 最后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那么黄金价格呢 目前也是进入了一个疯狂时期 自从下午 这个日本央行宣布了最新的决议之后呢 黄金就是上下跳不停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短期交易的 也是从现在到明天凌晨4点之间 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测 可以考虑的策略呢 大约买入单可以考虑在1320块8毛钱 挂单买入 卖出则设定在1306挂单买出 一样的是到明天晚上 到明天早上 这个会议之前 如果没有成交 记得取消 所以今天白天呢 日本央行已经公布了最新日元的利率决议 下午到晚上时间还有两个消息 第一个呢 就是晚上12点30分 美国的石油储量 然后呢 就是明天早上4点钟 凌晨时间 中国时间凌晨2点钟 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以及呢 他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